今天我们聚焦于聊几个iPhone上的图标 和它们背后的有趣来源和传奇故事 这几个图标分别是Finder图标 iPhone手机上的Face ID图标 电话图标和短信图标 E Finder图标和蝙蝠侠有什么关系 Finder 也就是仿达 是苹果电脑用户非常熟悉的一个图标 因为这是苹果电脑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相当于Windows操作系统里面 资源管理器与窗口功能的集合 当你每天习惯于使用Finder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图标为什么是两张拼合的半脸呢 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单张侧脸的使用是比较广泛的 从硬币上的常见的半人脸图像 到历史上第一所设计变效包豪斯的logo 都有侧脸元素 但是将两张脸拼插起来的方法却并不常见 实际上 关于Finder的灵感来源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因为这个图标本身不是由苹果内部的设计师的作品 而是苹果在1994年请外部公司给设计的 当时乔布斯已经离开了苹果 而管理层准备将麦金塔的操作系统 授权给别的电脑品牌使用 就像Windows系统一样 可以在不同品牌的电脑上运行 当时苹果请外部公司设计这个图标 既作为Finder这个软件的标志 同时也是麦金塔操作系统的标志 在1997年乔布斯回到苹果之后 虽然砍掉了一系列的产品线 但是并没有弃用这个设计 而是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图标的来源 一种说法是跟蝙蝠侠 里面的光明骑士哈维丹特有关 这个角色在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蝙蝠侠 黑暗骑士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另外 还有人说这个图标是受到毕加索画作的启发 因为它跟毕加索的一幅绘画壮脸了 Face Idaho 也就是面容ID解锁 这可能是iPhone的用户最熟悉的形象之一 因为只要是iPhone X之后的机型 都带有人脸解锁的功能 前段时间 B站科技博主和同学制作了一起横火的视频 内容是测评初代麦金塔电脑 他在视频中提到这个1984年的微笑 感动了很多人 他在节目中说 这个1984年的微笑 也就是Face ID的笑脸 其实是来源于初代麦金塔中的Happy Mac像素笑脸 但是何同学没有提到的是 这个图标的设计者 也是苹果早期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设计师 她设计了初代麦金塔大部分图标 甚至还设计了电脑里的Sicago字体 直到苹果推出第一代iPod的时候还在使用 考虑到麦金塔电脑是第一台 真正取得商业成功的图形界面计算机 我们可以说这位设计师在某种程度上 奠定了现在桌面操作系统的基础 也就是说 无论是微软推出的Windows 还是后来的手机UI界面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这位设计师不但为麦金塔设计了很多图标 后来还跟随乔布斯一起创建了计算机公司Next 平面设计大师保罗兰德为Next设计的logo 彻底折服了乔布斯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 正是他撮合了乔布斯和保罗兰德的合作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 但是他却选择了离开 这位设计师的名字叫苏珊卡雷 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 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打电话 我们看iPhone的这个电话应用 它的图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电话听筒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听筒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造型 听完这一部分 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听筒设计中 所包含的人际工学因素 比你想象的更多 这里涉及到一位活跃 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国设计大师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电话图标上 这个话筒 主要就是因为他 他常常被称为人际工学的电机人 他也被很多人尊称为 现代工业设计之父 1937年 美国电信巨头ATT的前身 也就是贝尔公司邀请他来设计一款电话机 但是他却直接拒绝了 如果当初他真的拒绝 我们今天看到的iPhone里的通话图标 很可能不是这样简洁 美国爱又使用的造型 因为几乎没有设计师 能像他一样重视人际工学 但是好在他最终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把多年的人际工学研究成果 应用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画机上 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 电话听筒要设计成这样 实际上却普遍受惠于他当年的付出 但是 就是这样一位传奇设计师 却跟妻子一起 在车库里双双自杀 除了通话功能 手机另外一个最古早的功能就是发短信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短信的图标 它的形状是一个对话气泡 其实不光是短信 我们所看到的通讯类的应用 几乎都是这种对话气泡的形状 比如说微信 就是两个对话气泡挤在一起 国外的软件中如WhatsApp 还有Facebook Messenger 也是用了类似的形状 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气泡来代表人们之间的对话 你可能认为这种表达方式 是借鉴了漫画的形式 因为漫画里就是用气泡加文字 来表示说话的内容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这种形式 其实是起源于中世纪的油画 就是这样的形式